人生中每个人都想买房 那么其实是买房最好的时机呢? 嗨,大家好,我是Agnus 这个是2 今天2 of us将要跟你sharing的是 人生那么长,经济允许的话 每个人都想买一两间房子 可是每个人的学习、成长、背景、经历 都不一样 那么我们怎么可以定义 即使是买房最好的时机呢? 所以我都把想买房地产的人 归类成两种人 所以我们会有两个买房最好的时机 如果你是第一种人,你比较感性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买房地产 那就是你买房产最好的时机 就是在你要结婚,有家人 要找避风港,存够钱 还是要私人空间时 找到你最想要的房子 那个就是你最好的时机 不管价钱多少,地点多远,空间多大 只要在你最想要的时候 又符合你的需求的 就是最好的房子,最好的时机 不过前提是 你知道你要找什么 而不是找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 都还找不到你要的房子 因为你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 所以总结来说 在你最需要房子的时候 找到你适合又可以负担得起的 心里的满足感爆灯就是你买房最好的时机 第二,如果你是理智比较高的人 市场低迷的时候就是你买房最好的时机 怎么说呢? 原因在于 第一,市场不好时 价格调低又会调高 你买的房子划算 而且房子还保值 第二,低价买,高价买 这是很多人都懂的道理 可是做的人却很少 这个我就不多做解释啦 而第三,市场低迷 利息会调低 房子更划算 工期给更少 如果你有偷期 你可以考虑买二手屋 因为经济低迷 很多理财不当的屋族会挤卖 有谈判空间 有奖家空间 还有选择空间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很划算的买一间 如果你想把cash留在身边 我会建议你去买project预售屋 经济低迷时 发展商会给投期折扣 会给免印花税福利 而且房子都在两三年后建好 而那时已经过了经济低迷的时段 好了,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如果喜欢的朋友 请帮忙留言跟点赞 想知道更多资讯的朋友 可以去like我的page 或follow我的telegram 拜拜